男女在一起这四种东西不能少 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是一门技术 需要两个人去共同学习的事情 一段感情的好坏就是看你们之间如何相处 好的感情可以造就一段幸福的婚姻 所以如何相处是真的需要我们去努力经营的事情 男女在一起这四种东西不能少 一彼此信任 两个人在一起的基础就是双方懂得彼此 不会轻易放弃对方 在相处的过程中能够彼此信赖 不会过多的去怀疑对方的感情 所以无论是情侣还是夫妻 在生活中都需要双方信赖 不会轻易去怀疑对方 相信彼此之间的感情 二彼此宽容 在一起生活必然会磕磕碰碰 那么就需要两个人去调节之间的关系 刚开始的时候都把对方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时间久了就什么都暴露了 所以在感情中都要学会包容体谅 学会多一点耐心去看待对方 这样子才能有好的感情 要不然什么都计较 就容易破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三彼此倾听 学会倾听去感受对方的内心 只是两个人在一起必不可少的交流 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想要找一个 可以去陪伴自己 会懂得倾听自己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就要多多关心彼此 留意对方的感受 不要一味的只在意自己的情绪 这样子只会让对方离你越来越远 四给彼此空间 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要适当给彼此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所以当对方有压力的时候 要学会让对方自己去消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分享的 只要不触碰彼此的底线 只要不危及家庭和谐稳固 彼此间保持一定的空间是极好的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 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这四点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段好的感情 都是从这些小时开始 而我们下期待的相处 就会让我们下期待